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立法院的程度实在是没这么高 立法院如果程度有这么高 今天大家也不会坐在这边 在办这个座谈会 而且各位知道 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们5月31号 6月1号建报以后 那时候我们就提议说要办这个座谈会 那我们办座谈会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 这个案子从原来的 原来大家以为是明代跟教授都储罪化 其实我们当时定的题目都定得非常好 就叫明代谈母储罪化 我们不谈教授的问题 教授这个东西是很多人是比较有正义的 比较认为可怕有情有可原 所以我们火力集中在明代 当我们题目定下去的时候 隔天就发觉 那个教授的教授不见了 就变成白一个乌龙 所以真的是只有明代贪污储罪化而已 没有教授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出来 就是说我们刚才张执行长很乐观 说希望那个 其实我很担心 这个复义到底有什么复义 那复义会到底有什么情况 其实我们刚才李老师也提到 我们这马皇 说皇帝制 我们现马说是半总统制或双丑丑制 结果操作的结果是变成皇帝制或大总统制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今天你如果看自由是不知道头条 就是头半全是大 他说总统下令行政院要复议 各位知道我们现马规定 复议的发动权是在行政院 同意权才在总统 那怎么会总统是下令或只是行政院要复议呢 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完全是乱了套的 乱了体制的一个宪政运作法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永世成立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说真的台湾的民主宪政法制要如何永续发展 这是我们所关怀的 因为其实刚才几位在场的宇潭专家都提出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意见 主要我综合一下大概就是这几个 包括除了会计法的修正以外 最重要是党团制度还有会计制度的修正 这个是一个制度的改革的问题 第二个当然就是所谓的究责的问题 谁要为了这个事情负起责任 这个事情不能就是这样子就过了 然后他都没有负责他要摆烂 我们套句我们马总统的话 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谁是丑角 在这处戏里面这个政治大戏里面 主角当然他真的要追踪 配角赤字 丑角的那种就看情况了 但是究责我们讲说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里面 政府的市政要公开透明 而且要必须什么 要究责或者我们称为叫克责 这就是责任政治所具有的最基本的要求 不能事情发生了没有人要负责 这是我们台湾这个最麻烦的问题 也是最严重的问题 大家把事情搞烂了以后 没有一个人肯负责 所以我们现在总统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的表现 我认为都不如国小的自治市长的表现 我们国小他选自治市长 自的小学生还知道什么要负责 他的权力到哪里 他的义务要到哪里 他的责量到哪里 结果台湾最守法的是小学生的 就越大就越不守法 那为什么越大越不守法 你想想看我们的这些 套句我们李老师所讲 总性制度 这个统治阶级 这些立法委立法院院长 没有一个是遵守法律的 他们要求行政机关要遵守法律 结果立法机关不遵守法律 那我们司法呢 各位知道司法风险也非常高 为什么说 刚才李老师说司法可以解决 可是我们对司法是也非常不信任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阿扁总统的国务记要被按 跟李毅思这个汤乌丸 还有马英九都特别被按 有的就采所谓的法定之权说 有的就采食指仪想仪说 你说我们这个东西交到法院 所以为什么各位知道台湾呢 要每天要拜一拜 然后祈祷的人这么多 因为你像每个人有卡到官司 去我们去拜一拜 因为这个抽到谁 落在哪个法官手里 那个结果是差距很大 所以体系争议对我们来讲 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这还是一个理想的一样 不管是立法、行政、司法都一样 因为我们还有充裕的时间 我们现在就是开放 如果各位现场的来宾 或有媒体记者有问题的话 请大家 大家有没有发言 请 发言的时候呢 麻烦你们自我稍微介绍一下 你们的大理还有你们的单位 谢谢 Diana 然后我是在教育相关行业 然后我想要帮会计人员讲一句话 因为我非常不同意那个 周恩隆律师把很多责任都推给那个会计人员 因为其实会计单位在每一个组织里面 其实它不是一个权责单位 它其实只是一个幕僚 然后他们会计人员其实能做的就是依照所谓的会计制度 或是所谓的会计合销办法去审核停证嘛 然后我实在是觉得很多人都觉得说会计人员是在刁难 其实他是在尽他的责任 他今天他假如审核的时候他就这样放水放水 可是就以国科会的案子来讲 国科会有些是就地审查 好那现在是说校内的会计人员审核之后就放在学校 那到时候要是来查其实还是会计人员有责任啊 然后不然就是要寄回去那个国科会 那也不是会被推荐嘛 那我也其实也常常听到一些那个教授接国科会的案子 他们一直在complain 那真的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合销办法真的有很大的问题 然后国科会也一直在有一些会议啊 可是他们他们也觉得说他们好像也无能为力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件事情已经引起这么大的关注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真的彻底去把所谓的会计相关的一些合销办法 还有制度应该赶快来来检讨一下 是不是一定要每一个都卡到这么紧 总有重大心愿的这嘛 谢谢 谢谢 提出的问题非常好 其实大家还有一个角色叫审计 会计跟审计 其实这是兼裁人的权利就是审计制度 其实会出现这个问题 国务机会其实就是从审计部开始发动的 但那时候有蓝绿斗争的背景 因为为什么长期国民党统治没有问题 可是阿扁同志以后就出问题 其实因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执政对这种会计审计的东西他也搞不清楚 可是这就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就是国务机要背 所以不是只有会计 包括审计制度 就是我们在行政法上来讲 这个叫做财务监督 这个财务监督密度要到哪里 这个是的确必须好好去思考的 否则它不只是有外国家的整个行政效率 行政效率 包括会让他们耗费很多行政成本在这个地方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最近呢 学校要追回我们今年快几年度的那个所交通费 因为什么 立法院决议说不能再有交通车了 结果我们学校发了喊给我们说 你今年一月初有没有坐过交通车 有的话一次要扣五十块 可以交回 我说我半年前 有没有坐交通车 其实我忘记了 谁会记得我半年前你坐什么交通车去学校呢 可是我们还是很诚实好不好 那就勾两个吧 交一百交回去吧 台大是 有没有坐不管 全部扣 全部扣 台大更扣 我们还更人性外一下 要更承识 要做没做无所谓 全部扣 我是台大学练出来的学生 不过没想到说我们母系这么狠 我被扣掉六百开 扣掉一百而已 你是不是这样 如果要扣掉这种东西 你知道要耗费多少行政成本 这个是我们学校 我们国家整个制度 是耗费在这里细索的部分 不过因为这个问题 这属于缺席裁判 因为这么多律师不在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要请其他的与会专家学生 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要提出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有很多是可以讨论的 还有没有其他 我补充一下 老师好 因为会计制度说实在话 我们也有规定 知情不报的时候是几年有基督 第44条 会计人员如果知情不报 所以会计人员绝对会 对老师来讲绝对刁难 因为这其实是他的行政 刑事责任 所以迫不得以照价 有时候就是少签一个字 就这不推荐 那像说台大的话 从会计部门再推到文书门 再退回来 搞不好都已经过了大概半个月左右 那钱早就花出去 因为我们花钱不是先老师先订 订了以后再回来 有时候考了半年以后 老师到最后都不想做研究计划 所以现在这个会计事主不可能 因为有这个条文存在的话 会计人员绝对会选自保 选自保以后再怎么样改都改不了的啦 那审计这一边还好 审计的话大概就半年来一次 被抽中的话 你知道从家里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搬回卸下 然后整个研究室塞得满满的 让他一件一件点 那当然桌子椅子我们搬不回家 像笔电什么东西 我们都是带来再去买的 那一点到你的话 家里有几个笔电全部带过来 那你如果把桌子搬回家 你就死了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都很难改 真的是改不了 所以说现在我所了解到的 有些研究计划 我们干嘛 提高老师的那个所得 本来一个月只给你八千 然后现在变成两万 我提起来老师会变得很爽 拿到来后我要怎么做怎么用 我只要把研究计划弄出来就好 对不对 不一样 税金 税金就会造成了其大的负担 所以现在很多老师说 哇你要提高 我要买书 结果是怎么样 你给我钱扣掉税金 四项钱我再去买书 你了解没事吧 这样一下去的话 我本来可以买十本书的 你这样一搞下去 我大概只能买个五本 所以 我不相信中华民国政府 有那么大的能量跟能力 去改变这个会计制度 这是一个死糊涂 不可能了 除非有一个东西 教授研究费 不 抽 所得税 老师我回答一下这个 哈哈哈哈 所得税当然一定会啦 像老师法律40%这种教授应该不多啦 我自己随便乱讲 哈哈哈 教授薪水一百多万怎么可能百分之40% 那个律师 老师你这是薪水还要额外收入才有法律40% 基本上这个东西 其实日本来讲 我知道日本的一个研究制度 基本上 这个就是刚刚所讲的 是领据还是要单据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一个信任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这笔钱 国家为什么要会计制度 最重要是我这个钱的流向 我自用的目的去哪里 老师如果签 比如说10万块我就签10万块 10万块怎么样老师自己 最重要你的报告交出来 那这个领据一定要有 为什么 那才知道国家的整个财政的支出 我制住好钱 放进去哪里 你搞那么多的单据费用 这个是 台湾的单据 发票这种东西造成很多的防保问题 印这么多东西 结果到最后都是什么 大家就在比赛做造假的东西 那其实这整个国家的进步有没有用 没有用 没有用 会造假的还是会造假 不会造假的 就像很多东西就会出问题 那有些其实各位知道 我们很多 那我在学校服务 很多东西都是交给助理去处理 那助理去处理 助理也不见得知道 所以大家就以前怎么做你就知道怎么做 所以很多老师在这一次会中 其实跟这个有关系 好啦 那很有趣的是说 这一次为什么台大政大跟台师大教授最多 因为就是那家企业 那个几家企业出问题 那几家企业只要转成污点证 他们是继续在营业 可是其他全部老师全部去 就跟老师讲 以后变成缴证署的科技研究处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这个对国家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当然有公平正义的问题 但是你不要忘记整个国家还是要需要发展的问题 是不是要这样子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是大家共同思考的 可是我们这一次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你拿这个公款去喝花酒去开房间 这样来说这个是无罪的 那这个我们讲说公平正义是所谓法律的灵魂 一个法律如果没有公平正义的话 这个法律就像人是洗尸走肉 甚至于是一个尸体 我认为这个法律如果没有公平正义 那个法律是个恶法 我认为那是个无效的法律 这就是说恶法非法 还是恶法义法的问题 我们去出现这个问题 那体系正义呢 这个当然是一个更高层次的 这个宪法理论的问题 不过我们在讨论这个东西是我们希望从这个问题 刚好给大家好好去反省 给立法院好好去检讨 他的相关的制度 就像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 我们要求立法院是一个所谓的正当的法律程序 如果709叫做正当行政程序的话 立法院叫做正当的立法程序 你哪有什么东西 没有方法没有讨论 就是去通过 去有效 这个根本违反民主原则 可以这样搞法吗 那这样我们立法院干嘛 113席 刚才所讲的 只要十几席就可以了 这剥夺了绝大部分立法人参与整个国家的这个机会 变成少数人 而且甚至少数的党团 刚才所讲 本来他的原因是让少数党的党团也可以参与在里面 可是实际上操作起来是少数党的党团 常常因此为了这样子变成什么一个政治利益的交换 就用一个夹带 你要有通过 OK那你有政治利益交换 这个案件不胜没绝 所以变成少数一两个立委可能就阻碍了整个国家重大法案的进行 就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党团协商制度已经到了 不得不检讨 而且必须检讨 甚至有人要求必须废止的应用制度 协商一定会的 在国会一定不可能有协商 只是协商制度要到这样的程度 还有他的公开性透明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立法委 我们的立法院院长 必须要证实这个问题 他本身就是一个配角的角色 如果照媒体所写的这五人小组来讲 如果是总统定调立法院配合 跟上那我们现法干嘛要权力分离 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整个运作起来来讲 没有权力分离的问题 只有政党的问题 可是政党我们现在所有政党都卡丢 所有政党都参与在里面 那整个国家最基本的 这种权力分离公平正义完全是没有 这才是引起这一次 非常多人民愤怒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而且我们干嘛当学者读书读那么久干什么 你在去地方混 你知道有办法搞了一个派系 或是一种所谓事业 或者混黑道 都比你当学者有出息 那这个台湾会有出息吗 当你国家出现混黑道 比当学者还有用的时候 你教他以后我们怎么去教小孩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 在一个社会里面 一个国家里面 最基本的价值 你的公平正义在哪里 这才是我们要必须去严重去正视的问题 好 接下来 请 请 请讲一下你的大名还有你的单位 谢谢 我姓陈 我是数微网路报记者 陈汉词 我今天很高兴来这边 听很多专家学者 跟食物界的一些意见 感到收获良多 非常感谢 那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前几天报纸 刊宅 那个苏贞昌啊 为了复议案去 拜会江仪化 江仪化两个人啊 聚会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 江仪化还是拒绝啊 可是没有想到 就是马英九介入以后啊 变成了复议案成立啊 这个有一个现象就是啊 现在这个处理事情不讲道理啊 我是因人而异啊 不知道江仪化什么 自主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 公都门的张红明秘书长啊 就是推动这个 IDVD是吧 IVOD IVOD 这个非常好 可是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 只是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啊 才看到这些啊 过了时间啊 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些 比如说 我今天有事情啊 明天才要看这些 这些画面啊 不知道怎么去找 现在有没有办法啊 OK没问题 其实 其实大家 好我们 讲完我再回 好 第三个问题就是啊 现在司法 大家谈司法改革了 但是 就是缺少一个 这个 追根究底啊 究责的那个观念啊 比如说 某一个案子啊 像呢 林毅市案子起诉啊 第一天啊 苹果日报啊 联合报 都没有想是 是哪个法官呢 哪个法官采判的啊 我后来就写了一个媒体自干堕落啊 到处寄给很多媒体啊 后来 他们才将这个写出来啊 我是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报时啊 还是电视啊 每次在报导的起诉啊 把裁判啊 都不写 起诉哪一个法官 哪一个法官 裁判的 哪一个那个检察官起诉啊 所以只要 将这个人的名字啊 让社会大众知道啊 不管好坏 就是有 给他们有个压力啊 所以希望这个 就是 我们前一阵子 举办的破检 破检活出啊 就是要举出这个 警察官啊 还是法官的问题啊 我是希望 大家能够啊 最根究底啊 就是让大家知道 到底是谁在这个办 这些案子 才有办法来救责 谢谢 好 谢谢 老师 那边有请 我先回答MVOP 就是 立法院现在事实上 老实说网站的部分大概建构 但我们觉得还不理想 他比较大的问题是 他只拍主席台 咨询台跟背询台 但我们一直觉得 他要多一个机器 是拍全场的部分 但这个还是卡在刚刚提到过 的确不管是党团的干部 或者王院长 看起来对这个部分 不是那么样愿意吧 当初 IVOD的推动 他有个故事是 这次工作盟 当初弄了一个小技巧 在第七届立法文要选举的时候 只有要选钱 他才会求爹求年 所以那时候 工作盟就发了一个 这个问卷 就是有一点承诺书 问他说 如果你当选立委 你要不要推动哪些东西 其中一个就包含 要不要开放这些会议的内容 那你要候选 因为知道会公布 都至少要假开放一下都够 我当选我愿意 结果等到选举结果之后 我们就盘算一下发现 过半的委员都签同意 我们就拿这个部分去拜访 那时候是国民党跟 民进党的那个主席 然后那时候是蔡主席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拜访 当然王金平院长等等 就说你不能违背这个立法院的意志 他们同意来做这个开放 所以才有点半推半就的 愿意推动 那最后原本说要承诺 那也组成了跨党派的小组 来推动这件事 那就最后就依着他承诺时间 就跳票了 当我们又开记者 我也又K他 最后终于都架好了 你知道吗 他定了一个法规说 每天每人只能现看40分钟 明目张胆 明目张胆 你不要想象那个不是民国 三五十年的事情 他通过了这个东西还说 又说你的IP 就是你一天看40分钟 就给你弹出去说明天再来 可以这样子搞的耶 很离谱 当然这一开记者会一骂之后 现在让大家看到饱了 就是无所谓 就不要浪费电就好 那所以现在这种找到没问题 就是他依着委员的姓名 委员会 或者依着日期的部分 大概都找得到 所以他有关键字搜寻 大概没什么问题 可以去找一下 这个部分倒是回推没有问题 那比较可惜是第七届其实都有录影 不过他的系统的部分 长来长去 立法院其实是好几套 不同单位的东西整并上去 其实在搜寻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这个比较讨厌 不然其实从第七届第三次会期就开始录影 所以往前那时候去找 大概都可以找得到这些资料 这个是至少也是我刚刚讲的 立法委员现在都知道不能乱讲话 而且他很烂的是他还跟你谈一个是不让你下载影片 他就是说版权所有 如果你要下载要经过这个立委的同意 那不过我们都不大理他了 还是下载我们也看如果谁敢提告的话 我们大家就来对看看 那我在猜想立委本人大概不会提告 他如果聪明一点应该是叫议事人员来找我们麻烦 不过现在不止我们 你现在到YouTube去搜寻一下 一堆立法委员的咨询都放 这是立委本人他自己都想放 因为想让更多人自己知道 这个大概可能我们还要再努力的部分 所以就搜寻的部分应该还好 没什么问题 现在比较大问题反而是 他没办法看到全院的状态 他遇到协商就黑画面 就那种协商就没有画面了 那这个比较讨厌一点 所以这个可能本来是我们觉得 他在拍摄的技术上的问题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比较多 但找到这个人的状况暂时是还好 大家简单的做一下分享 好 我是永生的那个公关的副主委 公关委会的副主委 这个有几点心得跟这个问题啊 那第一个是关于这个 刚刚这个李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 没关系 这个部分也刚刚跟前辈的呼应啊 这个关于教授这个部分到底是怎么样的处理情形 其实解释权都在保护部检察官这边 那他们要怎么样进行政查行为 那都是他们的发动权限 那所以这个也要配合到前辈的这个部 这个刚刚提到的部分就是对检察官就责的一个问题了 那关于明呆灯主委画的这个条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会计法就是九条之一 那我们今天到现在为止听到的新闻 从昨天早上十点半总统开那个集成会之后 那提行政院提复议之后的立法院的那个回应的状况 国民党这边是说不会处理啊 那民进党这边的部分是说 业益经文员这个复议要继续再进行啊 那无论如何 刚刚也像老师讲的这个嘛 我大概大家都不会再捅了 因为依照宪法征修条文第三项 跟立法院职权行律法的规定 你复义丢进来只能整包整包这个调决 那原决议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不能做条文的调决那个更动 所以没有应该是没有可能再照原案这样子 维持这个原决议啦 那不过这个议题我们是可以持续关心的 那有刚刚这个张理事长刚刚提到的这个 这个公开透明的部分 这个其实不止有在立法院这边的问题 其实监察院也有相同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讲说我们阳光法案设计的一个这个财产申报制度 那这个财产申报制度我们如果要想要去查地方的议员 那他的那个财产申报状况 其实如果我们在平东 如果我们在高雄 我们没有办法在家里上网看 我们必须要亲自到监察院去 然后在那个电脑萤幕他只给你看一个小时 你看完的 你看的时候你也不能拍照路影 然后你也不能超路 那你就只能这样子看完 这完全的违背阳光法案的目的嘛 那你增加了人民对于这个接近使用权限的这个困难 那根本就辜负这个目的 那立法院这个问题也是一样 其实因为我之前也 我之前也在那个立法院当过处理 我也知道这个立法院的情形 其实这个制度这个运作啊 我在立法院里面是可以直接点那个现场状况来看的 每一个委员会都可以 但是我在家里面就不行 甚至的那一天早上的那个执行的状况 我必须要到下午才可以看到 那这是一个很诡异的情形 他们只要点一个开放的这个状况 开放的这个就可以了 而且这其实如果要讲说这有什么版权 这也是政府出版的评吧 那刚刚这个当时也能讲到这个对于全场录影的这个 我有一个很深切的心得啦 之前在郑立军委员提那个结尾游行法的时候 那一天本来一读的时候要那个要念台湾的要一读过 结果吴玉生就是国民党的吴玉生委员 他就不答应把他进来就开始闹啊 那之后就按协商就是那个画面就变黑了嘛 然后就写上两个字 所以里面那干嘛都看不到啊 没有 吴玉生把他自己签的协商的条文 藏在自己口袋里面不拿出来 那这里都是公主门看不到的东西嘛 那人民也看不到嘛 那如果后面没有记者在拍那你也看不到嘛 那他就真的把他的协商条文他自己签啊 后来我们跟他讲说 哦你也签哦 这个我们这个是这个意思哦 这个许可制包碑制我们要怎么样做哦 然后结果他就说 嗯 那个那当我没签他要化掉 然后他化掉以后又把那个协商 刷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然后一整个下午都不拿出来 那这个是没有那个摄影其实都看不到的 那 我也知道那个 那个 安东国优养的委员在直律台上讲了自己才不一回事啊 那之后下来那个协商以后 他只要不拿麦克风讲话 他就声音收不到嘛 所以你协商的时候那个 他只要把麦克风拿掉 他可以就讲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录影这个 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因为基于恋爱仿装法的关系 说明李老师是暂时缺席一下 暂时理解一下 那 所以你的问题大概没办法回答你 那我想这个燕夫刚才提 对于这个很多他以前在当立委助理的时候一些纪念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 假如说 政府资讯公开的 立法院也是政府的一款 也是适用立法院 可是立法院从来没有把这个东西放在他脑袋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在常常讲说我们人民的守法意识很薄弱 其实立法院就很典型的展现出来这个问题 我们连自己的立法者 守候法的意思都这么扶弱 所以我们法的所谓的庄严性 还有法的价值 在这里怎么会受到尊重呢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好 那接下来不需要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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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各位好 那我也是永舍的成员 我是张燕祥 是在永舍担任救责委会的副主委 那我刚刚就是补充一下黄定律师 他所提到蛮有趣的点就是举重免卿的问题 其实我们看刑法第二条第三项 这个试用 我会发现说减刑 他除了说减刑都要经过法院认定之外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 我们今天怎么知道我犯了罪 就是说假设他被删除被废除了 那我试用的情况下我可以达到减刑 或者是免刑的情况 那一定有一个认试用法的过程 所以说在减刑的情况下 他还要回到法院去下一个裁定罪 减几年 因为我所犯的犯罪行为 本身到底在刑法上评价 因为这一个法律的变更 我应该变得多情